欢迎收看老婆电影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关于父爱的电影 《海洋天堂》 故事要从一对父子说起 儿子大夫是一个自闭症患者 生活不能自理 大夫的妈妈在他八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这么多年一直是父亲在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可最近父亲被查出得了肝癌 即将不久于人世 父亲走了 大夫该怎么办呢 父亲想到了死 他带着大夫乘船来到海上 想在这里带着儿子一起走 可大夫水性太好 父亲安然无恙 还把自己给救了起来 看着大夫天真无邪的样子 父亲突然意识到 大夫的生命不该由自己决定 他应该有自己的人生 自己的未来 于是父亲开始带着大夫 去寻找愿意接收大夫的福利机构 但很遗憾愿意接收 成年自闭症患者的福利机构少之又少 大夫的学校告诉父亲 16岁以上的自闭症患者 并不在他们的接收范围 其他的福利机构 也相继拒绝了父亲的请求 没办法 父亲只好做了一个 看似不可能完成的决定 他要教会大夫 独立生活 煮饭 买东西 搭工招 这些对常人来说 轻而易举的事情 对大夫来说 确实那么难 父亲很急躁 却不得不耐着性子 一遍又一遍地教 他的身体 常常专心地疼 他知道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他必须抓紧每分每秒 多教一点 再多教一点 等到大夫能够照顾自己了 他就能安心离开了 父亲是海洋馆的清洁工 大夫总是跟着父亲 到海洋馆玩耍 他喜欢在馆内游泳 只有在水里 大夫才能无拘无束 自由地舒展着自己 这天 海洋馆来了一个马戏团 马戏团内的灵灵 跟大夫成了好朋友 玲玲理解大夫 她知道 在大夫看似吃傻的外表下 隐藏着一颗 有目纯净善良的心 大夫喜欢看玲玲扔球 于是守着道具球 不让其他人碰 工作人员围着大夫 让大夫把球交出来 大夫吓坏了 他紧紧转着球 任谁来也不给 父亲匆匆赶到现场 大夫狂躁地 咬住了父亲的肩膀 父亲忍着疼痛 轻轻安抚着大夫 在父亲的怀里 大夫逐渐平静下来 很快 马戏团离开了海洋馆 大夫也失去了 他唯一的好朋友 大夫学校的老校长 替大夫找了个 民办的福利机构 父亲开心地 把大夫送了过去 但大夫置应不了 那里的生活 他想父亲 想回家 但他不知道该怎么说 只能不停地大喊大叫 宣泄自己的情绪 没办法 父亲只好陪着大夫 住在了那里 解除了大夫生活 父亲开始想 要怎么向大夫 解释自己的离开 或者不让大夫伤心 父亲骗他 自己即将变成海龟 在海洋馆里 随着大夫一起游泳 为了让大夫相信 父亲还做了龟壳 抱着病体 陪着大夫 在水里嬉戏 很快 父亲过世了 父亲历世后 大夫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 他学会了自己穿衣服 自己煮鸡蛋 自己坐公交 也融入了福利机构的生活 海洋馆的老板聘请大夫 做了馆内的清洁工 就像以前的父亲一样 大夫还是每天都在管里游泳 他知道 父亲没有离开 他只是变成了海龟 用另一种方式 永远陪伴着自己 做爱太宣承了 从头到尾 父亲没有对大夫 说过一次爱 但他每一句话 每一个动作 都包含着 浓浓的爱意 大夫学习坐公交 父亲躲着站牌后面 偷偷地看他 大夫睡着的时候 父亲熬着夜 在大夫的衣服里 弄上了写着身份信息的布条 作为父母 只能真正放心 自己的孩子呢 对于我们来说 通常是不容易的 对于父母来讲 放手也是艰难的课题 以上就是本期老包电影 为大家带来的内容 老包电影 每天都有新东西 喜欢就关注我吧